你可曾听说过雪山悬崖 曾让人魂绕梦前 传说中有宝藏在上面 也藏着万丈深渊 聪明的 愚笨的 善良的人 都是你熟悉的人 在山坡 在悬崖 在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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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笨的人世界 让雪花纷纷扬扬 让雪花纷扬扬 在巅峰中 能扬扬扬扬 梦中 梦 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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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叔 叔 我好像记起太平平原的位置了 在哪儿 城东 无例外 老娘留下那把箱子的钥匙 可能就藏在太平别原 找到它 就能找到你的记忆 明日出城 不行 我现在贸然前往太平别原 太引人住了 那我去 也不行 我有个主意 但是得让我筹备几时 此次出城 需要很多人同行 为什么 喧闹之处 最容易隐瞒真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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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大批量购入 比原定的要高了三千 但好在仆役有所减少 这样还能有所补役 出城踏青 别想这些 这些事儿 用不着你淘金 我不操心 谁操心啊 咱们书局马上就开张了 你也不写书 你就知道瞎玩 是谁说要跟着出来的 我是为了监督他 大人 他们在前面呢 你不能进 来 林二爷想踏青 你不介意我们一起出城吧 不介意 人多 热闹 也不知道你出了什么歪主意 北边都开战了 宫里居然同意 我和你出城踏青 越是激战的时候 越要顽固 这样让敌人看了 才更显示我们必胜的信心 歪理 你多出来走走对身体也有好处啊 随便你说呗 随便我说 我想你了 要是能早点成亲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每天在一起 好好好 我换了马车 你们自便吧 叶小姐 你怎么能单独出来 让小姐跟那个 再带下去我就要吐了 以受了让你进去带下去 你能不能轻点 你能 怎么是你这个母夜叉 你把我哥藏哪儿去了 范若若小姐 某些人在郡主马车里耍无赖 我着实不方便再带下去了 若不介意的话 我就与你一同前去吧 过来坐吧 不介意 你怎么能让他跟咱们俗徒一家马车 你怎么能让他跟咱们俗徒一家马车 你保护我 你可得保护我啊 姐 你可得保护我啊 姐 监济得逞 开心了 都是肺腑之言 怎么还不走啊 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小贤贤 大宝 大宝 婉儿 我约他 你快过来 大宝 你快过来 我就在这儿 爹说了 说要 要让 要 要 要多让 要 要多让小贤贤跟婉儿在一起 好样的 就你最懂事 大宝 乖乖在车里坐着 咱们出城踏青去 小贤贤你可真会玩 你别叫我小贤贤 好的 小贤贤 战时已起 颜若海在边境安排边境密报 忙得不可开交 天有我大庆 此战进展的甚是顺利 只是 近日 六部官员开始鼓噪 认为 应该一鼓作气 攻陷为气 谁起的头 还不清楚 只是 六部之内 皆有官员参与 查摊的底细 院长 陛下定下蚕食之计 方为稳妥之策 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些鼓噪 攻陷被气者 皆为国贼 院内 也有不少人持此观点 都说 这是一统天下的良机 该查查 该办办 该杀的时候 是 可望一战工程的人不少 火烧得越旺 洗得越快 范贤那边有状况 他和李婉儿出城踏青去了 你为什么不去 我不能去 你这边若有情况 我会赶不回来 我这儿有什么情况 最近 检察院里暗藏了别的生意 有些人已经受够了你的掌控 这个人是谁啊 我若知道我便杀他 陈平平 小心身边人 怎么了 院长要查 京都六部有谁激进求战 那是你一处的事 近几日 各处官员皆有暗中密会 准备联名上奏 臣请一举灭伯 那是要好好地排查一下 昨日夜间 刑部侍郎府内 亦有我检察院的人加入其中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儿子还在北齐国都 北齐早日攻陷 他便能早一日脱离生死之陷 这件事我还没告诉院长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蚕食之策 打下北齐还要等多少年 这不是你我能做主的事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庆功 院长也是 他老了 够了 别逼我亲手抓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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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捅他吗 你别捅 他咬人 有毒吗 那我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 你看 这也有个洞 它里面不会藏着什么东西吧 幼稚 大宝 别玩什么虫子了 姐姐教你几招防身术怎么样 黄神术 好玩吗 他跑 他跑 你别跟这个女的多说话 这女的是一只母老虎 痴人 特别可怕 她不是 她是我儿子的朋友 不吓人的 那我还是范贤的弟弟呢 你不相信我呀 小玄贤 你不信我 你还不信小贤贤吗 嗯 小姐姐 她说你是母老虎 你会吃人吗 什么 你说你牵走是不是 我没有 站住 快快快 快跑啊你 小母老虎你快跑啊 你给我站住 小母老虎快吃人 快跑啊 没想到他们三个弯的也会行 大宝同心为敏 他愿意跟你出来 那是对你极大的信任 将来都是一家人 谢谢 谢谢什么 我知道 二哥的丧事在相复操办 而我这身份 却不能赶过去 世伯也说 不希望大宝一直待在府里 他说人已经走了 就别让活着的再手折磨 站住 别急 别急 可他毕竟是我二哥 别急 弱弱呢 弱弱去哪儿了 大概去哪儿行逛 别管他 吃个吃吧 好 殿下 三日禁足 时辰已过 把这几日的消息 都给我听听 是 近几日来 朝堂上争论的厉害 北边战士 一路全胜 如今各部官员 好些想要联名上奏 一举攻下北齐 二皇子那边和兵不接近 范贤带着婉儿郡主出城了 去哪儿了 从南门出城 踏青去了 南门 太后那边 左 林相昨晚去见了婉儿郡主 这个消息怎么得来的 宫里上一见一个小娃 和皇宫别院一个侍卫 是堂兄弟 昨日夜间她去探亲 偶然看见林相 便服入了别院 回宫便报了上来 也就是说林若府 瞒着所有人在深夜去见了林婉儿 这事你不觉得奇怪吗 有何不妥 你说林婉儿 会把这件事告诉范贤吗 林相现在全力支持范贤 这事有什么好门的 备马车 殿下 咱这事要去哪儿 踏青 我闹上了 我看 我帮你 闹上了什么 我来找你的事不要告诉别人 尤其是范贤 明日踏青帮我做一件事 明日踏青之时找借口和范贤独处 远离众人独自入林 你记住 到时候 不管发生什么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没 没有 最近身体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异常 没有啊 没什么异常 没什么异常 快快快快 再走 我多 fixed 你 displ有了 想起点 特别想起手 之后 请你 Stop 如果说不 wohl Satan 去ступ吧 不小心 我在 人活得过来吗 人都派出去了吗 都是好事 你在城外了 这是范贤跟婉儿出行 虽从众多 出手不易啊 他会走开的 您到底要做什么 到时候会有人 对范贤出手 你要假装不知 不要让他看出什么马脚 您不是一直支持范贤的吗 您不也已经把林家的未来 托付于他了吗 婉儿之死 死因未明 我可以把林家 托付给一个外人 但还是要消除掉 所有疑虑才好 难道这些日的警笔相助 都是作息 也不是 若范贤 能过了这一关 我确实想扶持他 为林家逼重 二公子被杀当日 范贤确实未曾出城 那我 还有一个猜疑 如果范贤身边藏着一位高手 一位足以和四大宗师 比拟你的高手呢 范贤在城内 高手到城外刺杀功儿 司律里说 并未将二公子的秘密告知凡仙 司律里说什么并不重要 只要能证明 凡仙身边有一位爵士高手 那我就能确认 杀龚儿的就是他 所以您让我把府内的高手 都派到城外去 这次刺杀 是最后一次考验 大宝和万儿都在 这万一要是失守 正是因为他们都在 所以才不会有人相信 是我出的手 希望不会有这么一个高手出现 有了有了 我就说了 大宝不会骗人的 是不是抓到了 有两条了 现在就差你了 看我的 怎么了 我想 想什么 想去禁闭处走走 那什么 婉儿 来 给你的 你去哪儿了 那边有片花田 哥 你别傻坐着 我带你去采些花 你也给婉儿亲手编一个 好 婉儿 等我一会儿 哥 我看见太平别院了 沿着河向东走就能看见 好 我去看看 你留下来掩饰 哥 我跟你一起去 快点走 别让他们看出来 我 我想起来 你去哪儿了 你去哪儿了 把工具都还好 你去哪儿了 你去哪儿了 我做仇佣 你去哪儿了 我干吗 这儿很难 都没有经厌 就拿起来了 别让小姐受伤 知道吗 是 怎么样 看到了 犯贤呢 只有小姐 没有犯贤 什么 没有犯贤 是 我偷偷摸过去的 看见小姐和大少爷他们 犯贤不知道去哪儿了 真是什么情况 别紧张 我们等 等犯贤出现 再去查 是 就在前面 太平别院是我娘住过的地方 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来过 所以想出了踏青的理由 我知道 我会替哥保守秘密的 五竹叔一会儿也来 你们还没见过 五竹叔好相处吗 画上了些 你们来是为了平调 是为了一把钥匙 就在前面 钥匙 就在前面 哥 就是这里 老娘住过的地方 墙上 墙上没有荒草 这地方有人打理 或许 有人住着 不对 要是有人住的话 这个时辰应该有炊烟生气 或许 吃得早呢 这附近这么安静啊 一点两觉都没有 不管怎么样 先过去再说 哥 哥 你看 这边花好美 我们 摘回去给嫂子 毕竟跟嫂子说 我们是来采花的 我们快些回去 别让他们等急了 给 走 去 抓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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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你了 抓到你了 小小姐姐 你看 抓到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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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到鱼了 小小姐姐 我抓到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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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我 我这鱼 你抓我好不好 你抓我 你抓我吗 不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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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见过太子殿下 三表哥 范贤呢 他去采花了 你找他 都起来吧 不必声张 你给我出去走走 范贤回来 让他等我 好 什么事了 该动手了 要失败呢 李克人早年 一直养在城外 就算失手 也不会前面胜负 更何况 在李之前 他们甚至 都没见过范贤 不会露出马脚的 先生 祝我良多 若并无高手 负责贩钱左右 那龚儿的死 只怕再无昭雪之日 老大 怎么样 他走了 谁走了 小姐和一个年轻男子 单独离开了 袁先生早就交代过 这小姐引出来的 必定是犯贤 记住了 一会儿百般危险 一定要逼他身后的高手信任 明白了吗 是 动手 三表哥 你的护卫呢 车架都挺远了 那也太不小心了 他们在 说话不方便 三表哥 想说什么呀 昨晚你父亲 到底对你说了什么 我来猜猜啊 林相对范贤的猜疑 还没有完全消除 没错吧 也不难猜 林相一生行事谨慎 却对范贤的信任 太快了些 只是你 很为难吧 哥 看不见射箭的人 大爷别动 哥 放心 不会有事 哥 谁放的箭 是不想让人靠近太平约 主属 还算机密 其实让若若看见也无妨 放心 他睡会儿就能醒 我知道杀林拱的是谁 又要说是二表哥动的手 凶手是谁啊 不是范贤 你也不必为此苦恼 那到底是谁 回去转告林相 杀人者 却为宗师 然后呢 悉数转告 林相自然就懂了 为何不能与我说 此事啊 事关重大 范贤 你末日将至 你叫我什么 此人并非范贤 不必追眼 我等与范贤抽身四海 就算是化成灰 我等也认得 真不是 小姑娘 你不必慌张 我等要杀的是范贤 我们与你素未相识 自然不会加黑云 什么张成 这都是你父亲的手笔 你 你消掉胡言 我告诉你 我等与你乃是厮手 与林相 并无不花客 素不相识 你怎么知道他爹是林相 来 来人 再找披荆树取他性命 这 什么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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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他是太子 这 这两剑我瞧见了 九品的身手 现在怎么办 我托主 你绕个方向 前进去寻钥匙 这地方我没来过 要不咱俩换一下 我又敌 你进去找 九品见手 市场罕见 你 不行 那这么大地方 我上哪儿找去啊 湖中方塔的对面 进卧房 查书架 窗底 你想起来了 见到这高墙 记起一些 你怎么又敌 你还是人吗 你还是人吗 泰儿 你不睁眼一下 这什么辙 刚才都漏了 十九都没发现人 要不咱给他帮忙 这是 要去见林相 闭嘴 往后转 走 走 我告诉你 他踩到林相了 不能放他走 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 没动静 没动静 这是要干吗 这是要干吗 九品见手 刚才那剑射得不错 用得几弹弓啊 去吧 你也不用出来 我就坐在这儿 你若有胆 剩我一件事是 我在 没事 小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若无胆我吃完这块我就进去了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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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去 回去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树导师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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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呀 陛下怎么在这 这得要问你呀 我我我我我今日与婉儿 约好了城外郊游 然后我就四处闲逛逛 走到这儿发现那个院子 绝对有点口渴 就进来掏口水喝 掏口水喝 接着说 然后找着找着 就找见陛下了 你知道这个院子住过谁 不知道 住过朕的一位故人 朕闲时会常来看看 走一走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范歇 你好像从来没有在朕面前跪过 要不我现在给您跪一个 陛下 适才河畔 由高明见首西柔 陈丹兴是调谷一山之际 冒昧前来 请问圣安 朕没事 陛下若安然无恙 那臣就放心了 臣再多问一句 陛下可要用山 朕用过山了 这是宫中侍卫统领 燕小矣 九瓶以上的实力 与大宗师只是一线之格 刚才朕差点忘了 九瓶以上的高手 一强之格 就能听出两个人的呼吸 把劲放下吧 朕没有受到威胁 这是太长寺邪绿郎 犯贤 一会儿他出去的时候 也不要拦着 是 还有 回去给进军传个口谕 带朕回京时 调一个营的兵力 保卫这里 从此以后 这所别院的周围 就不能再有人了 是 你捡了条命啊 要知道九瓶以上 他们能听到 墙内另外一个人的呼吸 他们通过声音 就能断定 朕在什么位置 然后 用剑 来刺杀你 隔墙听呼吸声变位 也非常人所及 他们已经不是常人了 的 这不妙 我还是来 我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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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